來囉 K.O 同學來了 各國人這樣玩 雨沙共有踩刺激 妳就跟鯊魚一起游泳 妳可以撥他們喔 就是妳不可以在裡面講 她會導遊 她就會教妳說 然後妳就真的可以握住一隻鯊魚 酒吧裡面脫衣服沒問題 老闆還會鼓勵妳 感覺好好玩 好強喔 妳們可以要怎麼上來 妳一直讓我們進店 還要盤太遠 最夯泳池肉靈 泰國猛男隨你摸 全部都是模特兒 整個都在游泳池 對 在游泳池裡面 妳可以跟他一起濕生玩樂 泳池肉靈 工很棒 100 200塊 然後就是陪妳一整天 一整個晚上也可以 真的 去韓國一定要吃烤肉 喝燒酒 去夜店去找舊國 去日本的話一定要去吃壽司 拉麵 買藥妝 還有走跳歌舞雞丁 歌舞雞丁 那你來找我玩就可以了 同學來了 沒做這些事 無教到此理由 哇 剛剛那一瞬間不知道觀眾 有沒有吐出來 不是 你的腳贏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久 不要那麼久嗎 妳中間那個停頓也太久了 跟舞雞丁 我看攝影大哥一直在笑 他好像很喜歡我的感覺 我就不給他一點光 跟舞雞丁 他在對我笑吧 是嗎 對啊 我也在對妳笑啊 不要 我不要 我笑想妳 喔 喔 喔 我太溜了 有一次我們搞不清楚 妳到底是珍珍還是無尊 對啊 我是珍珍啊 對啊 但還有無尊的靈魂 他笑想變成他啦 喔 妳好會給我台階 是不是 我都在走這台階 她說妳去投胎啦 喔 對不起 不是 妳坐了一個下電梯還是走樓梯的 結果鏡頭整個帶浪了 就剛剛我腳在外面 我再給妳一次機會 我再給妳一次機會 好 下樓囉 謝謝芝加姐給我台階下 謝謝 誰去啊 誰去啊 妳要不要了嗎 好壞喔 幹嘛浪在我們的世界 這裡開場太久了吧 這樣OK 好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朋友 最喜歡去哪裡玩 一定就是日本 對 韓國 泰國 泰國 妳要問10個朋友去哪裡 大部分都是日本 日本最多 因為剛好日幣貶值嘛 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花的來 一定要去那邊玩對不對 但最近不只日本 韓國也是很多啦 因為韓劇啊 還有K-pop的東西 對 就像我就是 就很想去吃 編佑 BTS 我現在有一個新歡叫編編 編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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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 很喜歡的什麼小芹菜烤肉 想去吃吃看 還有那個背著扇宅去旅行 那是什麼 妳好土喔 現在不知道那個不行了嗎 謝謝妳比我先問 對啊 妳趕快介紹給大家 趕快介紹給大家 韓劇啊 韓劇背著扇宅烤扇宅這樣 重點是你知道現在 韓國有多時髦嗎 就是因為它有大頭貼 大頭機它不是只有跟朋友拍 他們現在就會置入那些明星 就會可能會有這樣子手 就是抱你 或者是跟你親親的 所以可以跟編佑 有那個劇裡面那個愛心嗎 可以 太High了吧 大家都那麼愛喔 好好喔 那我還在那邊弄台劇幹什麼呢 你也弄得很好啊 對啊 我很期待你的新劇 對啊 你在那邊剪接剪超久的 到底什麼時候要上呢 你到時候也出大頭貼 台灣的預算跟投資 你不要這樣講 我很期待 沒有… 我是講真的啦 我們台灣的預算投資 真的不如國外 這是講事實對不對 那這個要怎麼樣加強呢 就是希望我們自己 台灣的藝人朋友 多多支持台劇 可以聊一些台劇的話題 但我們今天聊的是什麼 韓劇嘛 你剛剛就聊到韓國啊 是啦… 這的確嘛 這吸引人的東西 不然你也可以去台南 我們牛車來去 也有那個牛車組的那個觀光景點 而且牛車還有續集嘛 對啊 牛車的景拍過的景 對啊 然後可以在那邊打鼓勵啊 對不對 好 OK 這個台灣人去玩日韓 玩的 大家都覺得講久了會有一點老套 內容差不多 我們第一題先來問問看 我們聽聽看 各國人來到台灣都玩什麼 你們玩的老不老套 來 靖倫 是 老不老套我不知道 但其實很多朋友來台灣之前 都會問我 去哪裡玩 去哪裡玩 那些沒有問我的呢 其實他們都做這些事情 新加坡人來台灣的觀光行程 就這樣 西門町 一定都是西門町 你問一個到問100個 我每次都問你們住哪 住西門町 後來我就不問了 因為一定都住在西門町 其實新加坡好像謠傳 不管是有網路還是沒網路 他們都覺得西門町好像就是 那個台灣的首都一樣 香港人也是 香港也都在西門町 什麼就只會在西門町 以西門町為重心 或是在那邊掛 他們西門町一定都會去那邊打卡 就是這個地方 打卡 最近 對啦 對啦 彩虹步道 對 彩虹步道 西小瓜平常晚上都睡在那邊 沒有啊 你不是支持吧 有啊 你不支持吧你 我支持 而且這邊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是現在所有的這個K-POP的年輕人 都會在那邊Cover 跳一些韓國的舞台 所以現在這邊已經變成是 算是台灣極光的一個景點 這很漂亮 不舒服舊金山那個彩虹步道 而且除了在西門町 除了去那個打卡之外 他們還會到吃那個阿中麵線 就看到很多人在那邊吃麵線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也覺得阿中麵線全世界 最好吃的麵線 但我住久了之後才發現 其實 但是 沒有啦 剛來的都會一定會想去 想去吃這個 我想說為什麼還要站著吃 這樣子很有風味很特別對不對 那吃完就想要吃 大家都會想要去台灣的夜市 那在新加坡人眼中 只有一個夜市 也就要士林夜市 不管講的是去士林夜市 一定要吃那豪大大雞排 不管雞排好不好吃 只要大就好 對 大家就覺得 你幹嘛一直罵人 不是啦 你現在就也不挺阿中麵線 也不挺好大大雞排就對了 好大雞排喔 後來 沒有啦 翅膀硬了啦 一開始覺得好吃 後來就開始嫌棄了啦 之前還主持外景 美食大頭燈 不是 我想告訴大家 還有別的雞排可以吃 不是只有那邊 對 然後就要加珍奶 對 一定是這樣的行程 最後要離開的時候 要買伴手禮對不對 就要買鳳梨酥 然後會來到這個南京東路五段 那邊有一個鳳梨酥 不管從早到晚都排到 從那邊排了兩四五個店面 的這個長度這樣子 每天都排隊 但是因為那鳳梨酥 之前連木尊脫災 都PO在網路上 對啊 手上拿著那個 而且不買 等於沒有來過台灣這麼誇張 喔 不是啊 新加坡也是去買綠蛋糕啊 不是一定會去啊 問題是新加坡也有鳳梨酥啊 真的嗎 也只是沒有台灣的厲害 就是新加坡 這個行程我不知道大家覺得無不無聊 所以就是這樣子萬年不變 萬年不變 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嘿 剛剛有提到阿中麵線 其實是韓國人都覺得 已經是落霧了 真的啊 對 因為現在呢 就是不一樣的新的 新的那個餐廳出現 就是阿上面線 就是在 阿上面線 因為阿中之久也老了變阿上 對 阿中變阿上 阿中老了 所以阿上之後下來那是阿咒麵線 阿咒 阿咒 因為阿上 阿上面線呢 本來已經是有很紅紅的 那個一家就是麵線餐廳 但是因為 Bikbank的太陽去那邊吃 然後變成就是聖草囉 對 太陽去吃 對 在這裡 去吃那個阿上面線 因為那個是那個 他的團員大聲推薦他 對 大聲推薦他 所以變得你知道嗎 說他破不破照之後 就是整個就是已經是 韓國人一定要去的那個 必備聖地這樣子 上次我們 我去韓國旅行 那司機開車開開 我就坐副駕 他突然就吃一口東西 我說司機妳在吃什麼東西 我也要吃 他就說我在吃鹽巴 為什麼 他就說那個不是真正的鹽巴 他就是好像是竹炭還是什麼的 你一吃 而且還有荷包蛋的味道 他就說這個很好吃 所以他們就很愛就是 我不知道吃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我就說可以嗎這樣 他們很喜歡嘴巴有味道 對啊 跟冰來講 所以妳也有跟韓國人交往過嗎 沒有 不是 不然妳怎麼那麼了解 他就問那個司機 司機妳在吃什麼味要吃 就湊過去了 沒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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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小花 這不是妳家客廳好不好 怎麼自己是聊些這些有的沒有的 看國家有沒有人一樣懂完台灣的 法國人一樣來台灣一定要去看廟 我們來這裡 7點 那5點可以去看廟沒關係 因為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跟法國是差很多 我們的交會都是毀色的 都是很安靜 可是妳們是很漂亮 很快樂的 還有時候會播那個把家舅的歌 然後還是會跳那個黑曹黑之類的 所以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對啊 有些廟裡面把家舅 在跳舞很像夜店一樣 很有節奏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廟就叫節奏對不對 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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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那麼厲害 節奏 對啊 比如說那個 佛光山也是很多法國人會去那邊看 因為對我們來說這個代表中華文化 東方文化 就是這樣 那麼也想問一下 除了台灣以外 究竟歌國人出國最喜歡去哪裡玩呢 為什麼 你那什麼腔掉 因為我們是馬來西亞人 是…好 不好意思 歌國人 來 我們是去日本就是 為什麼 我們小時候的夢想就 從小去看A片對不對 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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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去日本 有新的發展 對 是更小 是更小的時候的夢 就是宅男的夢 就是我們都是看奇隆珠 活魚忍者 看這些長大 我們都很想去 你會看這個 西班牙有這個 活魚忍者 奇隆珠 這一些在那邊很紅 城市街有翻譯啊 我們投州是超級超級愛看動漫 對 西班牙特別過 對 所以我們到日本都會派這種 就是很好認 你到那邊看到這種人 就是西班牙人就是在那邊 打扮成悟空啊 那個旁邊那是氣功 對 右邊那是氣功 真子 真子跟悟空啊 這是我們展覽也是有分結局 這是第一型態 第二型態就是直接練成 一個悟空的身材 就不用打扮 這是魯夫 是魯夫吧 不是悟空啊 是魯夫 這是魯夫 魯夫跟魯夫 還騙通告的對不對 魯夫也很賺 他是會所做的耶 一滴魯夫 第一型態是打扮 第二型態就是 學一口流利的日文像我 第三型態就是練那個身體 就是終極的災難 屁 然後那個 我們也會去那個大佛 我們也是一堆大佛 延長 對 延長 一定要拍的 還有那個 我們的課本 日文課本 跟那個我們的旅遊書 不一定會出現那個 金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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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我們這個 對 這些都是實現我們小時候的夢想 不止西班牙 新加坡也是很多人看動漫 然後我一個朋友 他是在那個旅行社工作 他跟我說疫情之後 根據統計 新加坡去最多的國家是哪裡 是日本 喔 因為東西也很好吃 也受到動漫的影響 我們喜歡去秋葉園去看一些 像 像什麼鋼彈 鋼彈 像我的弟弟就很喜歡鋼彈 去那邊超開心 因為各種各樣 而且在新加坡沒有賣的 那邊都有賣 然後還有女僕的店 哇 天啊 你弟弟去看鋼彈 你去看肉彈 欸 所以 他講的啊 他講他又講我也講 他又要去女僕店 看一些有什麼沒的 他沒有講肉彈啊 他沒有講肉彈 但如果看得到也OK 我確定一下 去日本是很棒的 但不得不說日本真的超級厲害 是上次我四月去日本 然後去東京 他們有一個那個哈利波特的 遊樂園 對 超級好玩 環球影城嗎 因為其實我 不是環球影城 是在東京對不對 對 東京的那個小的 對 專門的 然後在一個公園那邊 然後因為其實我沒有很完整 看過哈利波特 我應該去也沒有什麼就是感受 因為我是看美少女戰士 他看美少女戰士 對 你在乎哈利波特 我是美少女戰士 然後我就去 然後結果我想說我不會買東西 結果裡面超好買的那些 魔杖一定有買的 對 魔杖 因為那個魔杖還有 不然是二十幾種 然後你要這樣選 然後我就說 還有不同角色的魔杖 對 然後我說那買這個要幹嘛 他就說沒有 就是一個收藏 然後他們還把它裝在一個盒子裡什麼 很有儀式感 然後最後還有那個 那個VR的模式有綠Key 然後就讓你做一個魔杖 然後就可以這樣飛這樣 然後就可以發在限時動態什麼 而且聽說那個魔杖是一定要買的 因為他們會有一個環節 是大家一起拿著魔杖 對天空這樣子 我朋友那時候去就沒有買 全部現場超多人 就只有他們兩個是用手指這樣 哇 是玉琳哥的意思嗎 好 拒絕 只有兩個玉琳哥 OK 那接下來麻油自己要講講看 被我們講半天他現在很開心 對 我很開心 就大家都很愛日本 我們也愛台灣 但是呢 不也有但是喔 不也有但是喔 你要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所以我知道了 他就在講說日本的朋友 都喜歡來台灣玩 好棒喔 謝謝你 我們超級喜歡來台灣玩 但是呢還有一個地方 他就在講什麼 不是 什麼意思 他不敢說 什麼那麼客氣啊 對啊 是不是兩個字 太傷人家的心了吧 會不會 下 這個是下街的台灣啦 下台灣啊 到底是哪裡 下什麼 下威 下威 竟然是下威 好漂亮啊 好失望喔 這麼遠 這麼遠 沒有啦 台灣是最好的朋友啊 好觸逼 但是下威是最想要去旅遊的地方 對 然後 然後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都 英文不是很好 下威以的人 就是很多日本人 真的非常多的日本人 然後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課本上 也有很多什麼 日本跟下威以的歷史嘛 然後就那邊 很多很多很多日本人在那邊 移民到下威以 是在那邊開店啊什麼的 也可以就玩那種海上的娛樂嗎 對 然後再加上 還有一個地方 關島 他們那邊 也不用講日文 不是 不用講英文 只講日文就可以 而且那邊什麼 80%以上的五星飯店 都是日本人開的 哇 好可怕 然後我姊姊最喜歡去的地方 也是 這邊照片 關島 很漂亮耶 真的很漂亮 好美喔 真的喔 真美 但是我看完這些照片之後 我真的覺得台灣也有類似關島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台灣玩喔 會講耶 會講喔 在哪裡啊 在哪裡 關島 都的回來 會操縱我們 關島 所以就是台灣 台灣是綠島 綠島有這樣的地方 對 很棒喔 可以潛水喔 歡迎來台灣 哇 厲害了 但因為像麻友剛剛說 就是去那兩個地方 都會遇到就是自己國家的人 但我覺得有另外兩個地方 也是台灣人很愛去的 就是韓國跟泰國 然後我覺得那個遇到的機率 大到一個不可思議 因為韓國是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是那時候我們就去韓國 然後最近去拍一個旅遊節目 然後我們就去宏大那邊要跳那個 跳舞 因為所有要出道的韓國的團體 都要在那邊先出道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們就去那邊跳這樣 然後在那時候 我們還拿那個牌子說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朋友這樣子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 就是希望韓國人跟我們 結果最後 我們就真的找到很多人坐在那裡 就開始要跳了嗎 我們準備要開始跳 然後準備要講韓文的時候 我們就說大家好 然後就開始講一些先中文 要對我們的頻道講 結果後來全部下面人都回應說 他還講說 他什麼囉 然後講說不是韓國人嗎 結果發現全部都是做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的朋友去那邊看就對了 就像我之前在日本也是 我一開始去日本的時候 我也是排隊的名店 我們繼續吃吃燒肉 吃吃吃的時候 剛好外面有一組那種小家庭 就是一個年輕的夫妻帶一個小孩 然後排了很久終於進來吃了 就吃吃 我就跟我朋友說那個是台灣人 因為我聽到他們講話 結果轉過去跟他對言 我說那個不只是台灣人 那個還是我國中同學 超醜 在台灣遇不到要到日本 我國中同學一直都是這樣 我國中同學在彰化 然後我在日本遇到他 然後我同學說 我朋友說去打招呼 去打招呼 我說不用… 然後我就一直傳訊息 在我們家裡的群組開罵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國中同學好死不死 就是我們國中是同學 然後高中的時候他爸媽就離婚了 所以我們大家其實也 就都沒有聯絡這樣 為什麼我會知道他的訊息 因為我大學以後 我媽跟人家爸爸在一起 巴哈馬海島摸鯊魚 雨沙共遊超刺激 滑水到三層樓高你下去 直接你過那個管道的時候 人會弄是鯊魚 你滑下去的管道 這可以看見鯊魚 都看到鯊魚 然後鯊魚都在看你 然後鯊魚也會看你 對 他就是這樣子下去 裡面有鯊魚 就跟鯊魚一起游泳 你看他在水底 你手只要放下去的時候 就是要握拳 就是你不可以在裡面這樣 他會咬 導遊他就會教妳說 妳可以放在他的那個 然後就真的可以握住一隻鯊魚 為什麼我會知道他的訊息 因為我大學以後 我媽跟人家爸爸在一起 怎麼會遇到 怎麼會遇到 親戚 遇到親戚 不是 因為我媽 所以是妳媽媽去破壞人家的婚姻 沒有...不是... 難怪妳不敢跟她認 不是 我媽沒有 不是 我們小時候 妳這麼巧啊 又在東京遇到 真的啊 這麼低的機遇 東京都被人家抓到 這什麼緣分 這個我要澄清一下 他爸跟他媽早就離婚了 我為什麼會跟著他們的訊息 是因為我就是長大以後 在我家看到他爸爸 我想說 妳怎麼會 然後他說我離婚很久 我說叔叔你好 然後就 但是他一定也知道 我媽跟他爸在一起 因為我都知道了 但是我們沒有聯絡了 我們就是因為他爸跟他媽離婚 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是男生 他爸跟他媽離婚 他是跟他媽媽的 所以他跟他爸也鬧翻 我們看到就很尷尬啊 其實妳那時候假如走過去 跟他叫他一聲 哥哥 我好想妳的哥哥 會不會 說不定很感動耶 對 我們沒有血緣關係啊 對啊 妳就是我沒有血緣關係的哥哥 不是他還當醫生 我很怕說我離開 所以他跑來下藥 我整桌我就不敢 我再吃兩口都走走 妳有醫生的哥哥很遠 對啊 好聖啊 哥哥妳可以檢查我的身體嗎 我少一個聖啊 還是少一個什麼 對啊 好 大家還喜歡去哪一些國家玩 對啊 其他國家還有喜歡去哪裡玩 這個地方 窮遊之地 窮遊之地 就是要省錢 要省錢的話要去哪裡 馬來西亞 對 要去馬來西亞 真真的故鄉 我的故鄉 要來馬來西亞 可以省錢嗎 因為很靠近又省錢 因為我們那個兌換率越來越拉 拉得越來越大 對 現在已經1比3.5 然後我很多朋友放了假 可能6日 想說出國 日本又太遠 他們就去馬來西亞 到新山 還就是住在飯店 只要說三天兩夜這樣子 就有感覺出國的感覺 對 那我有一次就是回去 大概只是回新加坡一個星期 我還會播一兩天 跟我朋友到馬來西亞 去吃海鮮 因為真的太便宜了 去外面吃海鮮 大概我們吃大魚大肉螃蟹 什麼都叫大概4千台幣吧 三個人 三個人 一個人大概1千多 一個1千多塊 對 但如果來新加坡吃的話 可能就8 9千 對 同樣的料 而且我們去馬來西亞吃的話 我們可以多點一點 吃不完浪費也不會覺得心痛 不是鼓勵大家浪費 但是就是說太便宜了 可以帶回去 新加坡人還專程去馬來西亞加油 他去加油回來他都划算 對 我們還記得我們還 因為冰淇淋 同樣一支插了3.5倍 我弟弟還特別嘱咐我 你要買很多冰淇淋回來 那我跟你講 我們都買到那邊遊站 特別有一個冰櫃 只是賣冰淇淋而已 就賣那一款 然後還說買20支 我們送你一個冰袋 就一次買20支回去 對 知道我們要買 然後就準備很多這樣 但是太便宜了 覺得大家都會去 講的沒有錯 就是要去一些比較 物價比較便宜 天氣比較好 就是 總之就是 我們是比自己窮的國家 那 就是 不用這樣直接 不用這樣直接 可以婉轉一點點 我們西班牙 沒有有錢到哪裡去 我們已經是歐洲 一直都脫衣服 我們是歐洲的泰國 所以我們的選擇 你們是歐洲的泰國 什麼意思 小玉就坐在你旁邊 西班牙 什麼意思 你要講泰國好不好 你講你自己就好 我們是歐洲的度假填堂 所以我們選擇不多 比我們窮的大概就這兩個 就是希臘 希臘還比我們 希臘 比我們太漂亮 希臘也很漂亮 就是這些 聖多里尼 對 聖多里尼 就是這個拱形的屋頂 藍白的這種房屋都很漂亮 很有感覺 所以我們從西班牙飛過去 3000台幣不到就可以來回 大家 可以 因為聖多里尼我前一陣子才去 你有去過 有 他 我覺得真的是很漂亮 但是大家千萬要記得就是說 不要以為歐洲沒有比台灣熱 我去的時候那個歐洲是超級熱 太陽是萬里無雲 很曬 黑色沙灘很漂亮 好漂亮 整個地方都很有情調 就是很多人去這邊求婚 度蜜月 我的堂妹 我的朋友 都在這邊度蜜月 真的很有情調 對 浪漫 其實我們 就是他因為 為什麼 而且他為什麼房子要蓋白色的 其實是因為他就是 對 就因為夏天都太熱了 假如他因為白色可以 不會那麼吸 把陽光反射掉 就像學校的百葉箱 對 把陽光反射 所以他們就一律同整 只要是在冬天的時候 聖多里尼幾乎是大家 商店都不太開門的 大家都在幹什麼 重新油漆 對 他那個白色是每一年都在漆的 所以才會維持那麼白 真的 那會不會眼睛睜不開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那個 擋光板會看光 對 會 那是下雪那種學弟 所以一定要戴太陽眼鏡 會是這樣 這邊夏天會到40度 跟西班牙的南部其實差不多 就40度一定 西班牙南部也都是白色的房屋 就是想跟各個的 就是太陽太大 可是你說每年需要 塗油器的是因為 其實我們的法國網紅 女網紅 一定每一個夏天 我們的社群網站的法國網紅 都是都是聖多里尼 而且他們去那邊拍這種照片 因為有一個攝影公司 他們會剪你一個很大的裙子 然後幫你拍很漂亮的照片 所以如果 對 他們必須要是很乾淨 因為每一個夏天 真的每一個歐洲的網紅 會去那邊打卡 對 就大家都會去 所以他那個白一定要很白 但是人走啊 摸啊 難免會弄髒嘛 所以他們很年輕 他不是一直都那麼白的 落頂了 好 班傑要來講講看了 有一個電影出來叫 白日夢 對 你叫這個 這個出來很多人看到一個地方 他們好像 就是顛覆他們的想像 這個地方就是 喔 哪裡呢 冰島 看激光嗎 聽這個名字 美國人一直以為 冰島就是一個很多冰的地方 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地方其實是 就是很多很漂亮的溫泉啊 有火山啊 其實他也很綠 那後來看到那個男主角他在那邊 打板啊 然後就去一些 大自然的景象 他們就覺得這個地方 真的很漂亮 而且那個計票又很便宜 因為很少人去 因為他叫冰島 所以就是因為人流很少 他就變成說很多年輕人發現 有這個趨勢就開始往那邊拍照 對 變成一些網媒會打卡的地方 那後來發現為什麼他叫冰島 是因為以前的維京人 發現這個地方太美了 怕別人會去 把它取名冰島 喔 是這樣子 旁邊有一個地方 飛翔什麼都沒有很荒涼 都是冰 他就叫 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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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去那邊死掉 然後就不會過來我們這邊 哇 好壞喔 超壞喔 好壞喔 好壞喔 真的會有這樣子 真的 所以這樣叫大家不要煩妳 我就要叫妳醜八怪 醜八怪 就是為了妳好 是這樣子嗎 因為他愛妳 是嗎 他愛妳 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但是好像好像哪裡怪怪的 冰島大家有去過嗎 冰島沒有 好想去 其實滿想去 想去看極光 看極光 或者是去游泳 他那邊就很多人 會做一個極限挑戰 都會去那邊挑戰 跳進去 因為那邊的人類 是全世界最大型的 人的體型 他們是最高最大的 他們是圍巾人的後代 哇 很像雪人啦 很像雪人 都很大隻 他們人都很高 但是我們亞洲男生去他們的廁所 去上小便斗剛好在下巴這邊 太強了 他愛你梯子 請問誰要喝嗎 請問誰要喝是不是 妳在脫褲子拉拉 妳在幫忙 然後自己戴梯子 這太高了啦 對啊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還有去哪裡 我們法國人從 我從小會看到 你看電視的時候 如果有湊獎活動的話 他們一定會 那個最大的獎是 去哪裡 一個星期要去天堂島 天堂島 我們法國人真的是特別喜歡 去那邊 而且 對啊 那個因為我們法國人 我們最喜歡去旅行的時候的 做的事情就是在沙灘 什麼都不做 一整天在 然後就 其實我來台灣的一種原因是 因為對我來說 台灣是一個天堂島 對 台灣就是一個天堂島 因為我覺得 你現在心目中的地位 已經慢慢要超越麻油了 麻油你要加油囉 麻油 因為我根本就是 因為我根本就是宅男 我喜歡亞洲的 然後我是法國人 我喜歡天堂島 所以有一個 就是台灣 對 所以我覺得 好強喔 太強了耶 但我發現歐洲人是真的很喜歡 曬太陽什麼都不要做 因為我之前去南法參加婚禮的時候 他們真的每一天 就是可以從沙灘上面 從白天躺到晚上 而且是要曬到 就整個人就是像上色一樣 白到黑 我跟妳講 他們是沒有在防曬的 他們就是要去曬那樣 因為那樣才有錢 有錢人一定要曬得很紅 而且他們是正面曬完 曬背面 他們要曬得很勻襯 女生都是直接是上空 那曬正面也是一樣 對 他們都是這樣 可是為什麼 因為這樣就代表 妳不用去工作妳有錢可以旅行 就是有空啦 是有錢人 妳可以天天曬太陽 才能夠曬得這麼黑 大家就會覺得妳生活過得不錯 像佩德羅也是對不對 曬得很均勻 不用拖 不用拖 這是曬 這是太陽曬的嗎 我是一般人的貴族 妳這個是曬的 就是天生這個膚色嗎 我本來是白的 有曬的 妳是曬出來的喔 真的 還好啊 差一點點而已 他這個膚色就是剛到正準備要去曬 因為已經躺了一個禮拜是更紅的 就是他們整個臉會曬到像受傷那樣 可是他們都好像不會痛一樣 像我不會紅 像我會直接黑 所以每個人的過程進產 是 他的進程是不一樣的 他們喜歡去海島對不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海島很好玩 像我那時候是去那個 巴哈馬斯 巴哈馬斯 然後他很好玩的原因是因為 你飛過去的時候 你到他那邊 你可以往他的度假村 然後他的度假村裡面 他有各式各樣的 就是什麼… 什麼亞特蘭提斯樂園 主題樂園 主題樂園 超好玩 然後你進去 那個裡面 那個裡面就是海底世界 然後你可以玩那種滑水道 就是我有那個影片 你那個滑水道三層樓高 你下去直接你過那個管道的時候 兩邊都是鯊魚 你滑下去的過程當中 這可以看見鯊魚的 都看到鯊魚 然後鯊魚都在看你 然後鯊魚也會看你 對 他就是這樣子下去 然後所以你是從很高 幾乎是垂直的 我不敢玩 我老公玩了一個上午 就這麼高 然後他就這樣下去 太高了吧 然後他就在水上面 哇 他自己喔 就在你旁邊 好酷喔 然後這個是一個 旁邊是什麼 小豬島 小豬島 你可以出位小豬 他有四個島 他有四個島 然後他那個小豬 是原本就在這個島上面的 然後這個是裡面有鯊魚 就跟鯊魚一起游泳 你可以摸他們喔 你不能摸 你在水裡面的時候 你的手指頭要收起來 OK 就是你不可以在裡面這樣 他會咬 他那個小豬 他會咬 他會咬 咬怎麼辦呢 腳不會 所以我們下去的時候 而且你看我那時候去是 你到了那邊之後 你要去那些島 你還要坐小飛機 然後坐那種很小的小飛機 然後這樣晃晃晃 晃去那邊之後 然後他就會開快艇 帶你去四個不同的島玩 小豬島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那個金沙島 然後那個金沙島 你看天氣很好對不對 那水非常冰 像冰塊水一樣 然後你下去的時候 他就說你可以摸他 但是你在水底 你手只要放下去的時候 就是要握拳 就是不可以這樣 這樣 對 然後所以你要握拳下去 然後你摸他的時候 他過來的時候 島友他就會教你說 你可以放在他的那個肚子底下 然後你就真的可以握住一隻鯊魚 天啊 不會咬人 不會咬 可是就是很奇特的感覺 其實我本來不敢下去 然後想說我都來了 我真的飛了那麼久都來 我就一定要下去體驗一下 然後他還有另外一個是蜥蜴島 整個島全部都是蜥蜴 全部 而且是原本 他們也不知道 對… 然後你上去的時候 蜥蜴都出來曬太陽 那整個島 他們就對 然後他們就像雕像一樣 他們都不會動 然後你就要 就像歐洲的那些曬太陽的 有錢人一樣 都爬那邊都不動 都不會動 整天喔 不動 整天都不動 我們 我們的法國南部有些阿姨 因為曬太多太陽 所以他們的皮膚跟洗衣一模一樣 對 這樣就老話了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小玉 我要講的是 最近泰國人最愛是 最愛去的地方就是越南 對 真的 靠近 然後有一個特別 就是一定要去的是 因為我們去那邊是有一個叫做 巴拿山的樂園 你看 它的建築 你看它設計的好像 你去越南 但是去體驗了 歐美式那種感覺 好像去法國 而且你看 世界上最長的那個 那個高空纜車 高空纜車 對 我重點的是 為什麼我們泰國人喜歡去這邊 因為有這個 泡泡馬特 泡泡馬特聯名的 紅的那個最近也什麼 對 因為在國呢 目前超級紅的是 大家都在玩什麼盲盒卡通 泡泡馬特聯名的 對 我們就是在國內買不到 一定要飛到越南去買 為什麼 越南比較便宜 泰國人真的 如果你一個東西紅 就是馬上都有 對 搶光 然後還有因為LISA LISA的之前一直PO 網路上一直PO 所以一PO什麼 那個東西就 價值我雙倍的不上去 然後就買不到 對 大家都跑去越南去買 去逛 但我上次去越南 他們有一個很酷的 是那個一層樓全部都是咖啡廳的 你們有去 欸 你們沒吃過 一層樓全部都是咖啡廳嗎 沒有去過越南 西巴克也是啊 胡志銘 胡志銘 很多很多 我們要很堅固了嗎 很多商場也都這樣 西班牌有多貴啊 我跟你講 你要去越南 你就一定要去吃越南河粉 然後他那邊有一間非常有名 他是一個阿婆 他在賣那個河粉 他賣到怎樣 他全身都是掛金子 判得病鬼 真的 他那個…手上是兩排 他都是在那裡 然後每天在那邊煮那個河粉 我知道他為什麼紅了 因為大家會想說 他哪一天那個戒指會掉進去 吃到金子對不對 然後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去 因為那時候是跟乃哥去拍攝 然後他就說這間很好吃 你看那個老闆娘都穿成這樣子 一定要吃這一間 他就是賣雞肉的 超好吃 我史上吃過最好吃的越南河粉 真的 很甜 很鮮甜 然後湯也是 然後你就知道為什麼他可以 就是光是賣那一碗 就全都穿金帶銀 穿小內容套裝在煮 煮粉 內容套裝 他就是親子在拎那個 拎柏金包 小香蜂河粉 什麼意思 把肉都放柏金包裡面 對 而且現在是越南有沒有 教大家一個方式如何 學會越南文 就是你只要不洗澡 妳就會 為什麼 越南文 越 越南 他接一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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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糟糕 欸 好 是這樣 他們已經在打電話給立東了 是這樣子 剛剛要破電話 剛剛缺 跟我菁姐缺了立東 妳在打電話給立東了 小心 下一個要帶風田 馬上卡 好 來 卡接 OK 各國人最近還流行什麼 超常的旅遊勝地有沒有 最夯泳池肉林 泰國猛男隨你摸 全部都是模特兒 真的 都在游泳池 對 在游泳池 這個我知道 對 就在猛男都在游泳池裡 游泳池裡 那你可以跟他一起濕身玩樂 對 濕身秀 濕身秀 有蜘肉林 小公很棒 那些猛男都可以摸 而且他們都 給100塊就可以了 就是妳要請他一杯多少 100 200塊 對 然後就是 陪妳一整天 一整個晚上也可以 真的 對 各國人最近還流行什麼 超常的旅遊勝地有沒有 當然是天堂台灣啊 哇 妳 我為什麼不相信妳 但是最近日本越來越多人會去泰國 就是因為就是我們去泰國 可能就是很有歷史的啊 拜拜的 或是會有跟互動 妳不喜歡台灣啊 很喜歡 喔 台灣就是天堂啊 真的是天堂 但是泰國越來越時尚啊 然後很多完美咖啡廳了嘛 所以我們一起加油吧 對 一起加油 好可愛喔 她連後面的故事都不想講 這麼美 後面故事又有了 就講不下去了 泰國最近很夯是什麼妳知道嗎 對 我朋友已經在蒐集很多間了 真的嗎 我朋友去那個泰國玩啊 我姐姐也是 大概半年一次就去泰國玩 然後就她會寫那個訊息給我 看那個什麼猛男 猛男秀的影片 然後這是我的 我很想去的地方 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啊 妳後面就有一位啊 哇 這樣 這不是太...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像最近這一家很紅 是因為他們是全部都是猛男 你有十幾個猛男 他還有分就是有兩種 一種就是有穿衣服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沒穿衣服的 然後就可以選他 然後陪妳一起喝酒這樣子 然後他們還會有表演的秀 陪妳一起喝酒 陪酒嗎 是可以坐在妳旁邊嗎 可以坐在妳旁邊 然後 而且都其實滿便宜的 就是妳的表演 就是一個小時都滿便宜 就是只要請他 可能兩瓶酒或五瓶酒 那你都叫幾個啊 你都叫幾個啊 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錢 左右客 不是我很便宜 你沒有錢還去啊 沒有錢啊 你還去喔 等一下沒有錢 你就來看佩德羅就對了 佩德羅是便宜的 我是台灣最貴的 你不要 你很便宜 我是唯一的 你不用錢他也會脫啊 他已經知道你好像請了佩德羅 你不要再裝了 台灣沒有選擇啊 只有我啊 他還有分兩種 那個餐廳有一個是 比如說我們看到就是 海鮮的那個餐廳 但都是那種會這樣跳那種 短短短短這樣子 那是比較屬於泰式的 泰式的 他現在有另外一個是比較韓式的 全部都是模特兒的 然後都在游泳池 然後就可以拿妳躺起來 對… 把妳從游泳池裡面扛起來 就是猛男都在游泳裡 妳可以跟他一起玩游泳 妳可以跟他一起游泳池裡面 那可以跟他一起濕身玩樂 對… 都很棒 而且剛剛他剛才摸的 那些猛男都可以摸 而且他們都 怎麼可以這樣 好享受喔 那妳還不吃飯 真的… 而且他講到那個 他講到那個喝酒 請他喝酒 我們就算 就是妳要請他一杯多少 100 200塊 然後就是陪妳一整天 一整個晚上也可以 真的 對 但是妳一直請他一杯 100 200 200 200 而且都是超級帥喔 比配合還帥 對 好容易喔 而且… 而且我們現在有新的很多明星 來開猛男餐廳 真的 然後都是男明星來 就是… 就是偶爾會來 你可能會遇到太多 可能會遇到男明星 一兩塊 對 天氣太熱就跳水 葡萄牙這樣玩 酒吧裡面脫衣服 沒問題 老闆還會鼓勵你 因為我那邊變成那邊的景點 那個呢 感覺好好玩耶 對 讓你掌聲鼓勵耶 我不僅是 台灣的唯一外國猛 哪個是波多的 好漂亮喔 感覺好玩耶 真的 真的要站得上耶 第一次讓我們經驗耶 還要攀太遠 看佩德羅啊 佩德羅你覺得有什麼 星星超夯的旅遊地呢 我剛剛講我們是歐洲 可能歐洲的泰國嘛 我們 但是我們還有更便宜的就是 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在講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西班牙人 在疫情後 我們的經濟的崩潰沒有太鬆懈 所以我們越來越窮 希拉也去不了 我們現在都去葡萄牙 葡萄牙開車一個小時就到 然後物價很便宜 然後就像從我老家到波多 開車一個小時就是這個河邊 超美 這是波多的河岸 這是河邊河岸對不對 好漂亮耶 建築超漂亮 然後這邊都是酒莊 這是波多酒的那種 還有那個瓷磚 就是那邊的教堂 建築都是有 漂亮 漂亮 就是藍瓷磚 都很適合網紅網美拍照的 藝術之美 建築跟藝術的融合 這個非常有請教的這個 這個風景 還有這個橋是可以跳水的 當地的小孩都是 跳水表演 某聲 包括我自己VCR 我真的有拍到 你啦 我 台灣的西羅 我真的要笑死 台灣的西羅 我你又在把他幹什麼 喝波多久 賣 Gostoso Gostoso是爽的意思 然後那個 你要幹嘛 就是可以 這是在酒吧裡面 可以這樣嗎 酒吧裡面脫衣服 沒問題 老闆會鼓勵你 因為我那邊變成那邊的景點 那那個咧 感覺好好玩耶 大家嚇死了 我不僅是 台灣的威英外國謊 那也是國謊的 哇 好可愛喔 感覺好玩耶 天啊 好帥喔 他不要整個上來 你一直讓我們驚豔 盤岩就可以上來 還要盤岩 要看後續可以去我的IG 我用盤岩的上來 你後來上來是盤岩的上來 盤岩的 然後逛逛客都在排售 哇 這好勇敢 丟錢給我 我以為你沒有付錢 還丟女人 有…真的有 所以真的 所以有些事情做一次就好 一直做就會令人討厭 對啊 他去不然做一次 大家很開心還給他錢 那個真的是帥的 對啊 帥喔 很Man 而且你從上面跳下來 大概幾公尺 那其實有點嚇人 10 11 10 11 等於三 四層樓 還可以搬 可以後空 可以前空 超好 哇 然後你上來繼續喝酒 不是啊 本來就可以這樣的嗎 可以… 警察都在旁邊巡弱 差你 差你 這裡還有什麼好玩的呢 可以… 警察都在旁邊巡弱 都沒問題 差你 他們都OK的啦 你是不是因為這樣逃到台灣來 酒吧的老闆還叫我常來 可以清我喝一杯 因為我那邊就是讓客人 讓客人都覺得 哇 有人會在那邊跳 表演者的感覺 是真的 好酷 老闆把你當海豚 對啊 表演 你要介紹海豚要解釋 好耶 對 真的很好玩 好酷喔 真的 但因為文化不同 對 你要去淡水你跳跳看 對啊 你一上來警察就把你靠起來 妨礙風化 你再跳啊 老闆不會給你錢 你要給警察錢 對啊 你去壁壇跳就有幸運了 老闆還覺得很倒楣有沒有 來一個不速之客 很輕 只是文化不一樣 對 對 OK 所以你常常去別的國家 就可以享受別的國家的文化 去去泰國 那個什麼猛男 然後在游泳池裡面這樣子 真的 這個是在台灣的話 哇 那個 那個長輩出來會罵人 夭壽 夭壽喔 下心下剪 不搭不解 什麼東西 對啊 所以好不好 大家都來一點 不一樣的 改變一下自己的這個平常 一般的日常生活 對 開開心心的出去 然後呢 省錢又玩得開心 好啦 介紹給大家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拜拜 謝謝